我想我们大概都知道父名在讲牧师哥哥的意思 我们两个人名字很像 所以有人就误称 也不一定是误称 我们在主里就是兄弟了 那就在猜说他是不是我弟弟 那的确是我的弟弟 的确是我的弟弟 愿上帝的恩典帮助 让我们真能在主的爱里面 护道兄弟姐妹 而且护道兄弟姐妹 是真的认对方为我们的兄弟姐妹 因为我们都是同在上帝家里的人 我们应该以此来欢心 所以我要邀请你用你的眼睛的尾端 虽然不能握手 所以跟你附近的兄弟姐妹问安 用眼睛就好了 用眼睛就好了 好可以加上手 没关系 可以加上手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谢谢你上市 让我们可以与你同行 求主帮助我们 经历与你同行的喜乐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彭祖是中国神话上出名长寿的人 相传他活了八百岁 在道家的庄子论语中都提过彭祖 近代的葛鸿 他有写过一本书叫做神仙传 里面就写到彭祖的传说 当时候的君王派了人向彭祖求问 你为什么可以活这么久 长寿之道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 我是一父子 意思是什么 你们知道 还没出生 他爸爸就过世了 我母亲 我三岁的时候 母亲就过世 我一生遇到荣夷 满族之乱 流离西域 约百余年 我总娶年轻的太太 因此在我生命中 失去四十九个妻子 死了五十四个儿女 素遭忧犯 和气折伤 容未交哭恐不度事 所知浅薄 不足分享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面 特别是五福灵门当中的 第一福叫做长寿 长寿是祝福吗 我们有一种传统观念 觉得长寿的人就是一种祝福 真的吗 事实上 这同时也影响了我们 华人台湾人的观念 就是像彭祖这样 长寿到好像被称先了 做先了 但他长寿到 跟他亲近他所爱的人 都离开世界 当他长寿到活着 总是经历那些变动 患难的世代 当他长寿到 他被欺压被流放的痛苦 你觉得这个长寿可以称得上祝福吗 他自己说的 这个是近代的这个书里面 这样说的 你觉得这个长寿 是祝福还是咒诅呢 即使现代的医药发达 我们可以用药物跟机器延长生命 如果人只躺在那个病床上 插着管喘着气 就这样活那一口气 请问这样的长寿可以算祝福吗 长寿 这或许是许多人在读创世纪第五章 第一个印象 这些人怎么活这么久啊 我们要知道 这份十个世代的名单 除了一个人之外 每一个都活得比彭祖还久 对不对 你有读到吧 没有读全部 读后半段 里面每一个人都活得比彭祖还久啊 在亚当的这份家谱当中 从这十个世代的人活得比彭祖还久 所以很多人都历年来都做出非常多的解释 例如说他们解释上帝创造的时候空气比较好 所以到我们现在空气比较不好对不对 所以人就越活越短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叫做 或许那时候的人纪年的方式不一样 因为台湾人近年是吃了元宵就过长一岁 对不对 你生日不是又长一岁 那光台湾人都这样了 那时候是不是也这样啊 好这全部都是猜测 现在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理解这些数字的意义 但长寿从这份家谱来看 就不尽然就代表上帝的话说这就是祝福 或这就是无罪 因为在这份家谱里面我们显现不出来 这份家谱最多最多大概只能显现一个意义 叫做在洪水之前人类的寿命比现在长得多 就这样 对吧 顶多大概只能显出这个意义而已 大概我们可以知道这件事情 而这份家谱最突出的其实是两个人 第一个人就叫做以诺 创世纪第五章21节到23节我们再读一次看看 创世纪第五章21节到23节 一起来读这段经节来 以诺活到65岁 生了马吐沙拉 以诺生马吐沙拉之后 与上帝同行300年 并且生儿育女 以诺共活了365年 对不对 他只活365年在这世上 他只活365年而已 他比这份家谱里面的所有人都活得短 但重要吗 重要吗 创世纪第五章的第一节 再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以及创世纪的第二章第四节 帮我翻下一页 谢谢 好 这是第五章的第一节 这是亚当后代的家谱 当上帝造人的日子 他照着自己的样式 造人 创世纪第二章的第四节 叫做这就是天地创造的来历 虽然翻译上家谱跟来历是不一样的 但是在原文它是同一个字 所以换言之 神学家是在说 这个字重复在创世纪出现都在很关键的地方 所以现在神学家认为 这个字是创世纪的编辑者用来主要分段的字词 总共出现13次 我想提到家谱 所以这个字很重要 意思是家谱在创世纪很重要 这个家谱有一个起点 因为我想提到家谱很多人都不陌生 它代表一种关系 与人生命的延续跟关系 我们可以说每个人都可能在一份有形跟无形的家谱里面 对不对 我想我们每个人 如果我们去追我们生命的历程 就是画生命树 其实每个人都在那个生命树 生命的家谱当中的一个部分 我们读到了这份家谱 亚当的家谱有一个起点 那个起点就告诉我们说 那个起点就是上帝照自己样式照人的那天 以及我们读到终点 这份家谱的终点 创世纪第五章31节到32节是这样说的 一起来读这段经节来 拉麦共活了770年 就死了 挪亚活到500岁 生了散寒和亚佛 所以这份家谱的目的 其实在串联两个事件 第一个事件叫做上帝造人 第二个事件叫做洪水毁灭 挪亚的时代遇到的洪水毁灭的事情 在这份家谱里面 很特殊的是 他也展现了 回应了上帝对亚当所说的诫命 创世纪第二章第17节是这样说的 一起来读这段经节来 只是知善恶的树所出的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他的日子必定死 好这句话 我们常常很多人都说上帝说了谎话 没有照他应许所做的 因为照圣经的描述 好像亚当夏娃的那一天 他有没有死 没有死对不对 好 事实上这句话 原文就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意义叫做吃的那一天会死 第二个意义叫做吃了之后 你必定死 我再说一次 两个解释 第一个意义叫做吃的那一天 你会死 可是第二个意义 很明显亚当的家谱的意义是什么 这些人会怎么样 这些人会怎么样 会死 不管活多少岁 这些人会死 了解意思 所以这个原文其实就有两个意义 存在在这个地方 所以圣经就透过这份家谱 在告诉我们 那个答案就是第二个意义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 从此的 好像是命运 我们都将会面临死亡 就好像摩西 在他的生命里面 有一个感叹 他跟上帝的感叹 诗篇第九诗篇第十节 许多人都很熟这段经节 一起来读这段经节来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 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 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 劳苦愁烦 转眼其事 我们便如飞而去 我们跟亚当的家谱 其中的人一样的是 我们终究都会死 不管活几岁 我们都会死 台湾人也非常看重家谱 这与我们文化当中 深受儒家影响非常有关 而事实上 基督徒也该看重 因为上帝的话里面 那个家谱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圣经多次用家谱 来作为标示 你是谁的记号 我们是谁 我们来自一个家谱 多次用这个来 标示我们是谁的记号 这就在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不了解 不明白 不感谢我们生命的起源 怎么望前来展望呢 我记得有几次在不同的地方 我刚主持过除偶像的礼拜 每一次只要除到那个 醒猪白亚 那个 我们知道 知不知道 那个神祖牌 只要除到这个 我都会请家人 把神祖牌后面的家谱 请他们好好把它抄 记录一次 如果我们 如果没有 那个台湾的宗教室 那个醒猪白亚 那个神祖牌 后面是家谱 我会请他们 把这个好好记录下来之后 还交给牧师来处理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家谱在帮助我们 记得我们自己的故事 我们透过这样 也感谢上帝 但是我们不需要 对这些祖宗敬拜 因为他们不是神 他们不是上帝 我们要记得 纪念他们 然而 想一想 我们人活在这世上的日子 都值得记得吗 我们这个人 活在这个世上的日子 都值得别人纪念吗 当上帝造人 将人放在他的伊甸园里面 人却违背他的命令 甚至当上帝 找到他们的时候 创世纪第三章 十二节到十三节 是这样说的 一起来读这段经节来 那人说 你是给我与我一起的女人 是她把那树上所出的给我 我就吃了 接着 耶和华上帝对女人说 你怎么会做这种事呢 女人说 那蛇引诱我 我就吃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吃是不是亚当吃的 吃是不是夏娃吃的 对吧 吃的时候 吃的时候的爽快 都忘记了 上帝找到他们的时候 说不是我 是那女人 是你给我的 上帝找到女人的时候 夏娃的时候 说什么 夏娃说什么 不是我 我有吃 但是不是我的错 谁的错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叫做 成绩家认为 这叫做人的罪 所以他们被 他们被判 就是要逐出 伊甸园 在古代静东 那个不孝子 被逐出家门 会把儿子身上的外袍 给拿下来 表示恩断情绝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 也有这种事情 割席 当父母重新接纳 被逐出家门的孩子 孩子回家的时候 他会帮他 再穿上那个外袍 就好像主耶稣 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 讲的浪子的比喻 就是这样 路加福音十五章 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 是这样 所以一起来读 最难经节 来 儿子对他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来 父亲却吩咐仆人 快把那上好的袍子 拿出来给他穿 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 把鞋穿在他脚上 父亲只有用行动回答 说你是我的儿子 有没有读到 儿子说什么 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 父亲一句话都没有说 他只用他的行动来说 你就是我的儿子 因为我要为你穿上配得儿女的 那一件外袍 这表示什么 这父亲已经重新接纳这个儿子 事实上 当人被判定 被上帝判定说 你要被逐出伊甸园的时候 上帝做了这个举动 创世纪第三章第21节 一起来读对案经节 来 列皇上帝 用兽医做衣服给亚当 和他妻子穿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在告诉我们什么 这在告诉我们 人虽被逐出伊甸园 但上帝仍然爱他们 看为他的儿女 然而人的罪信 却把人自己 带离上帝越来越远 当该隐杀了他的兄弟 上帝找到他 质问他的时候 创世纪第四章第九节 一起来读对案经节 来 耶和华对该你说 你的弟弟亚伯在哪里 他说我不知道 我起事看守我地理的 这就好像我在松原谈戏分享过的 我说我小时候就是这样 我小时候偷了我妈妈的抽屉的十块钱 那个铜板去玩电动 回来一打开门 我妈披头就问 谁拿了我抽屉里面的零钱了 你知道我怎么回答吗 我不知道 幸好我还没有推脱说是谁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叫做人的罪 上帝岂会不知道 他问的时候 他就知道答案了 他问该隐的目的 就是要人承认自己的罪 想不到人不仅背离的上帝 更轻易的背叛 跟破坏以人的关系 对自己该去爱的人 该负起责任的人 该隐岂不是该向他的兄弟负起责任吗 他却说 我不知道 跟我无关 因此该隐被判终身流浪 因为他的那个判决叫做土地不再为他效力 对不对 表示什么 他不能在同一个土地上得到 不能坐牢了 从此以后 他只能做一个减实的人 减破烂的人 减实 以果实的人来生活 即便像这样的该隐 上帝还是眷顾了该隐 在他身上立下记号 像立约一样成为他的通行证 上帝成了该隐的保护者 虽然在赛特的儿子 以罗斯出生之后 创世纪第四章26节告诉我们 对 接下来 好 一起来读这样 金姐来 人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 但这个求告 使人遇见痛苦哀伤的恳求 就好像摩西所说的 我一生的劳苦 我回顾我一生 都是劳苦愁烦啊 当我在劳苦愁烦当中 我的哀求 我的求告 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创世纪第五章的时候 我们读到每个人都活那么多岁数 但在活着的那些年 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记得的 值得被上帝纪念的 因此在上帝眼中 这份家谱就只能简单的记成 谁谁谁活几岁 生了谁又活了几年 共活几岁 死了 直到这份家谱的第七位 以诺才特别告诉我们 以诺这个人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跟上帝密切的来往 因为与上帝同行 原文就是跟上帝一起来来去去 换言之就跟跟辟虫一样 跟着上帝到哪里就到哪里 来来去去的意思就是这样 而更特别的是接着我们读到那个记载 一起来读这段经节来 以诺与上帝同行 上帝把他接去他就不在了 这表示以诺没有经历死亡的过程 而换言之人可以脱离那必死的命运 我们刚刚已经读到 你活很多岁对不对 结局是什么呀 死 而以诺呢 以诺很特别 很特别的是人可以脱离上帝那必死的判决 而重要的是一件事情而已 就是坚持住跟上帝同行 三百年 那是多么不容易的事 所以包围这位神学家就说 这段话令人吃惊 因为像一颗明星 照耀在本章所记属地的记录之上 我们读到的什么人生了 生了生日我们庆祝生日 对不对 什么人生了 什么人生了孩子 对不对 第一个孩子最重要 好 生了 又生了很多孩子 总共活几年 死了 对于一个人的描述最多最多就是这样而已 但这是属地 因为只有地上才会算数 对不对 属地的记号 换言之 这句话 与上帝同行就打破了原先生命的规律 与诺本与其他人一样受到生命的规律 与生跟死所限定 而圣经却告诉我们 倘若我们要出死入生 打破那人事的限定 那就要与上帝有亲密关系 与他同行 最后是第十位 我们读到创世纪第五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 一起来读这段经节 一起来读 来 拉麦活到一百八十二岁 生了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挪亚 说在耶和华所咒诅的地上 这个儿子必使我们从工作和手中的劳苦得他安慰 拉麦生挪亚之后又活了五百九十五年 并且生儿育女 就好像上帝没有放弃亚当夏娃跟该印 他同样也没有放弃那曾经被他咒诅过的土地 如果你有读圣经你就知道 创世纪第三章 那个足出去之后 上帝的那个咒诅也咒诅到那一块土地上 因此挪亚原文的意思是休息解脱 或者更要紧的是安慰 以色列人被如远离他的家乡 耶路撒冷曾被打破残破 而当时候的耶路撒冷就好像是被上帝咒诅的土地 而在人受痛苦的地方就好像我们今天228台湾在放廉价 但是这个廉价 这一天是要让我们去记得 台湾在历史中那些痛苦的时刻 要让我们去记得1947年或者是林家惨案 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有那么多曾经伤痛哭泣过的历史痕迹 那时候的台湾 那时候的耶路撒冷 就好像一块被上帝咒诅的土地 但上帝的话却要告诉我们 他将要在那一块他咒诅过的土地上 生下安慰之子 因此挪亚的出生 他生命的任务 就是要来结束亚当与夏娃的放逐 该隐的流浪 他的生命就是要来改变这令人伤心的处境 使人得着安慰 逆转人活在罪中的命运 就好像先知所宣告的 以赛亚书第40章第一节 先知是这样宣告着的 一起来读这段经节来 你们的上帝要说要安慰 安慰我的百姓 原文这个安慰就是挪亚 所以每一次读到以赛亚书40章的第一节 要记得这是挪亚 意思是上帝的愤怒 到此止息 挪亚就是圣经当中提到 第二个与上帝同行的人 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是这样说的 一起来读这段经节来 挪亚是个义人 在他的世代中是个完全人 挪亚与上帝同行 同行我们已经读到 我刚刚说过他是第二个 第一个是谁 以诺 他是第二个 这个形容词 而完全这个词是 犹太人宗教以离法典当中 专有名词 意思 那个记物没有残疾 所以这里并不是表示 挪亚有多好 这里是表示挪亚在上帝眼中 没有什么可以责备的地方 这里是在表示这样的事情 不是他多好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想错 因此挪亚是透过他的顺服 止息了上帝的愤怒 虽然洪水带来的是毁灭 但同时也带来新生命的安慰 因此即使尽管圣经当中 记载挪亚 记载以诺的事件 非常的简短 但由于这个特殊的意义 他是第一个与主 与上帝同行的人 因此他的影响极为深远 事实上七十四一本 或是听主教的圣经里面的赤经 以诺一二三书就以他为名 而连台湾许多基督徒 为孩子取名都叫做以诺 我本身就认识很多以诺 请问你有没有认识以诺 我本身其实认识很多以诺 有当牧师的 有当信徒的 什么都有 其中一位以诺 我觉得他的生命最符合这名字 两年前我去参加 陈以诺牧师的告别式 1988年陈以诺牧师 从台南审计院毕业 照他当时候的想法 他想去东部服饰 有人问他说 你要来客庄吗 他说 笑也没胜过 怕就怕死 这个台语 想都没想过 吓都吓死了 为什么 一句客话都 客语都不会讲的闽南人 去客庄服饰 怎么服饰啊 结果没想到他一抽 新竹中会 一派 南庄 你们知道南庄在哪里吗 南庄就是标准的客家庄 他说他去的时候 那些老人家 一句华语 都不会 不会讲 只会讲客家话 上帝真的爱开玩笑 但没想到他一去 就在那里服饰了31年 2015年有一个 我相信我们还可以找得到 陈宇诺牧师的访问 他有一个电视的访问 这个访问 他说 上帝真的爱开玩笑 但这是上帝的心意 一开始到南庄教会 什么都没有 两个不会讲客语的闽南人 想要传福音 不会讲客语 他就开始做自己可以做的事 因为传福音给大人 大人也比较没有办法 所以他们就从小孩开始 他们就从一件事 就是儿童目的班开始 我相信当年 他带着他的儿童目的班 去到许多教会做过见证 我相信也曾经来到 中立教会做过见证 我相信 曾经有过 如果我们在教会聚会 酒的人应该记得 他跟他的儿童目的班 而打出民生之后 一边一旁陪伴的社区妈妈说 我们能做什么 妈妈说 那他就说 那我们来组社区妈妈合唱团 结果最后他居然当上 南庄社区发展委员会的总干事 他打出一个名号叫做 南庄桂花像 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听过 大概将近二十年前 但是他把南庄这个地方打响名号 这个规画像打响名号 吸引更多人到南庄之后 他觉得太商业化了 所以最后这几年 他去在教会里面自立的 是鼓励信徒读圣经开查经班 2016年他得了癌症 我在南庄读书的时候 我记得我在读书的时候 每一年要毕业分发前 都会请优秀校友回来 他就是当时候我们看为优秀校友的人 我们的优秀校友不是 在大教会幕会的牧师 我们优秀校友是 愿意在教会当中扎根 认真服事 面对自己服事 面对自己所做的 的优秀校友 他都会这样说 他说我不会做什么 只是尽力做上帝要我做的事 南庄曾经出过一本书 叫做找一个山头种一棵树 在这本书里面 陈宜诺牧师分享了一幅画 应该在我们PPT里面 这幅画 这幅画是他的妈妈到埃及旅游 之后带回来送给他的 这幅画结合了西伯来人的 生命树的观念 以及埃及人的宗教 因为埃及人认为鸟是守护神 然后陈宜诺牧师在这本书里面写着 我直觉把这幅生命树的话 想象成母亲要我向那生命树学习 将生命与各类人分享 因为五种鸟就不同类的人 途中生命树结满果子 有五种鸟就因着果子来栖息 鸟表示各类的人 而生命树让各种人来栖息 与他们分享自己的生命 西伯来书是这样定义以诺的 我们一起来读西伯来书的定义以诺是怎么定义 西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五节 一起来读这段经节 来 因着信 以诺被接去得以不见死 人也找不找他 因为上帝已经把他接走了 只是他被接去以前以讨得上帝的喜悦 而蒙赞许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怎么活出让上帝喜悦的人生 其实就是活出上帝生命树的样子 因着信我们与主同行 而他是怜悯的主 自始至终都施行爱跟拯救 他会在人的痛苦当中与人同在 因此或许或许 我们会看我们所在的地方 好像上帝咒诅过的地方 或许或许 我们会看我们生命所遇到的苦难 命痛 就好像上帝在咒诅 但 上帝要告诉我们 在我们痛苦的地方 他会私下安慰 在我们痛苦软弱的地方 他会私下拯救 如果我们愿意开始无私的分享 尾声去爱 带给人安慰 当下的我们 就会是与主同行的人 而我们的生命 也就正在种一棵生命的树 上帝生命的树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 帮助我们的生命 重在你的原理 虽然我们软弱 忧心 甚至经常残破 不堪 但求主用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能 长成像你的那棵生命树 帮助我们 学着与你同行 帮助我们抓住你 知道 你是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生命 要向你献上 求主与我们同在同行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